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希望儿童圣经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很高兴夏凡哥哥 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整个出埃及的行程是一开头 天父就要和他们礼约 也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反反复复 好不容易啊 神的账目终于完成了 神也很开心百姓们 是甘心乐意的捐献和参与 而之后天父爸爸就用云柱和火柱 在白天夜晚轮流着带领以色列百姓 而这个神圣的账目就这样建立起来 那不过是硬体呢 天父还要让百姓 借着祭司和各样的礼仪 还有节旗 让百姓学习到敬畏和更深的 认识天父呢 因此对于大祭司的设立 就特别要摩西十分的慎重 好让百姓看到那样的庄严和荣耀 那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呢 又会引起哪些想法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一下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就在天父的账目做好之后 天父就要求摩西带着亚伦 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到账目的门口 原来天父爸爸要正式地 在圣母的前面 案例未来在这里服侍的大祭司 于是他就吩咐摩西说 你要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到我的圣母门口 你也要带祭司的圣服 案例用的圣游 一头赎罪祭的小公牛 两只公民羊 还有一栏无笑柄过来 然后召集全体的民众 在圣母的前面聚会 当摩西按着吩咐 就召集了全体的百姓 在圣物的门口 接着向百姓宣布说 我现在要执行的 是遵照上主的命令 就是我们天父的命令所做的 摩西领着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到前面来 并且让他们用水沐浴之后 就给亚伦按着次序穿好圣衣 再套上那个带着支派名称的宝石 所做的以福德 接着又把胸牌放上去 把乌棱跟土鸣放在胸牌里面 这个乌棱和土鸣 就是当祭司碰到那些 很难判断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 在约会前使用 来帮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最后再穿上礼观 放上那块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之后 就算穿完整套的圣衣了 衣服穿完了 可不是就可以开始工作咯 摩西亚这个时候就拿出 按着天父吩咐来制作出来的圣油 一一地涂抹在天父的圣木 和里面所有的陈设的东西上面 这样的意思是说 从这个时刻开始 把这一切所做好的器具和账目本身 都完全属于神了 就是强调 这些东西不可以再用在其他的用途上咯 是单单属于天父的了 等到这些大大小小的器具 祭坛等等都涂上了圣油 奉献给天父之后 摩西又把圣油倒在亚伦的头上 按着天父的吩咐 告他做祭司 接着摩西就轮到亚伦的儿子们了 一样为他们把圣衣穿好 然后用圣油 象征是天父爸爸赋予他们的工作 不但如此 摩西还要为他们献上赎罪祭 这也表示 亚伦这样的大祭司 在神的面前 其实仍然是有罪的人 所以呢 也要先为自己来赎罪的 摩西最后还把一些圣油和祭坛上的血 就洒在亚伦和他儿子们身上 还有衣服上 这样表示 他把他们自己 还有他们的衣服都分别为圣 献给了天父上帝了 摩西提醒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说 之后 你们要遵照天父的命令 为百姓献祭 有给你们的肉 就要带到天父的圣物的门口 在那儿煮 也在那儿吃 服饰的时候 你们可以吃 在帐幕当中 篮子里的饼 如果有剩下的肉和饼 就都要烧掉 不要带出来 现在 你们要留在圣洁的帐幕里头 七天不可以离开 等到完成了整个仪式 不然 你们一定会死亡 这是天父给我的命令 于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都遵照天父 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命令做了 接着到了第八天 就是案例礼仪完成后的一天 摩西又召集了亚伦 和他的儿子们 还有以色列的长老们来 就由亚伦开始为百姓们来献祭 接着他也照着天父 借摩西所颁布的命令 把织房跟两个妖子 还有干最好的这些部分 都放在祭坛上 烧化献给天父 接着有一些百姓 他们自己也预备了祭物来 让亚伦为他们 能够个别来献祭 当亚伦把公牛和公绵羊 全部的脂肪 按着天父的吩咐摆放整齐 献祭之后 就从祭坛上面下来 摩西和亚伦就进了天父的圣幕 在那个里头 准备出来的时候 想要为百姓们祝福 天父爸爸的荣耀 就向全体的百姓们都显现了 这个时候从天上就降下火来 烧了那些还在祭坛上的贡物呢 百姓们一看到这幅景象 就都趴在地上 而且大声地欢呼 看到这个属神的账目 经过顺服天父的吩咐 完成了各样的献祭 天父就亲自地降火下来 烧化这些要献给他的东西 百姓都因此而欢欣快乐 可这个时候 却发生了一场悲剧 成为百姓们 他们献祭的教训了 就是亚伦的儿子 拿达和雅比户 大概看到这幅景象 实在十分的兴奋 就拿起自己 还没有备注胜过的香炉 装了火烧了香 要把这个香 趁这个时候献给天父 可是这并没有完全 按照天父所吩咐的 更不是原来已经那些 分别涂过油的香和香炉 所以当他们献上去的时候 突然天父就降下火 结果两个人当场都被烧死了 好可怜哦 可是因为他们实在是特别 被挑选出来服侍神的 却在这个时候 忘记要做表率 要完全听从神的意思来献祭 因此百姓都以此为见见 所以天父用这样严厉的教导 也让百姓记得 不要按自己的意思来献祭 因为天父不需要他们贿赂 只要他们真心的顺服 就好像摩西后来告诉亚伦说 天父曾经说过 侍奉我的人必须尊重我的神圣 我要向我的子民显示我的荣耀 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天父所讲的意思了 但是亚伦听了之后 心里其实是很难过的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摩西转过头 要亚伦淑父 乌薛的儿子 米沙利 还要以利沙反来 请他们把拿达跟亚比乎的尸体 抬出来 带到营外去 于是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命令去做了 摩西继续告诉亚伦和他另外两个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说 你们不可以劈头散发 也不可以撕裂衣服来表示哀悼 但是 全体以色列的百姓 你们可以为这件事情表示哀伤 你们不可以劈头散发 也不可以撕裂衣服来表示哀悼 但是 全体以色列同胞 可以为这件事情表示哀伤 而你们现在正在为百姓服侍 不可以离开你们的位子 不然你们就要死亡了 因为你们都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了 摩西又教导他们 提醒他们 不可以在喝酒以后来服侍神 要尽力分辨圣俗的分别 还要礼仪上的洁净和不洁净 特别要教导百姓们 遵守认识天父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 然后摩西就询问 刚刚现为赎罪期的公山羊呢 看看他们有没有按规矩处理 这才发现 那头公山羊已经被烧掉奉献了 于是摩西就向以利亚撒和以他马责问说 为什么没有在圣索面前 怎么没有按照我的命令 在那里吃这个鸡肉呢 接下来他们到底会不会又闯出了大祸呢 亚伦听完摩西所说的就哀伤地回答说 如果我今天吃了会怎么样呢 天父会喜悦吗 百姓献了他们的赎罪祭和烧化祭给天父 可是我却因为得罪神 让孩子遭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根本就不配接受这样的圣物 不如都归给天父吧 摩西这下明白 亚伦是为这孩子得罪神而后悔 摩西才安乐心也同意他的做法 亚伦虽然哀伤 可是更成熟了 他明白天父爸爸是因为他们是百姓的代表 所以要担负责任 小朋友记得哦 服侍天父的人啊 不是光光有一件漂亮的圣衣 而是他们背负了更大的责任呢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可不要忘了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亲爱的小朋友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儿童圣经故事 祝福你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天天有主耶稣与你同在 保护你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或许童与你 beraber